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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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們是三劍客 不明思議 打擊率三層的劍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想成為打擊率三層的劍客 沒這麼簡單的 哦 讓我們歡迎今天的棒球打擊教練 抱子腿 嗨 大家好 那想問一下教練 打擊率三層 真的這麼難嗎 呃 這樣子好的啦 等一下直接讓你們下去親身體驗 那你們 對 你們打一打之後 我再來指導你們 那讓你們看一下前後的差距 好 這樣子我覺得對於你們來講 會更記憶深刻 我來帶你們 還想三層 打擊率 我們三劍客 打擊 我們第三棒 波波 來 第一球 噢噢 雷棒落光 三戰 太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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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點點 有看到嗎 有 我看到了 有 差這麼遠大概 差大概兩次球棒啊 這麼遠啊 欸 我靠著 怎麼辦 這樣打擊率 一七球 打不到這什麼 啊這個差很 差太多了 可是這個有點 有點下最球 他會放多會 會在內角 但是球在外角 聽到了齁 波波 對 平衡太慢了 太慢了 還有兩球 眼睛一定要看球 至少兩層好不好 眼睛是看球 看球要看球 看球要看球 差一點喔 有有有點剛好 沒有比較好 最後一球 OK 找到問題了 找到問題了 很多問題 這是什麼規格嗎 憑感覺也打不到 用眼睛看也打不到 不知道為什麼會打不到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怎麼打 沒辦法 看教練怎麼調整 沒問題 我們 第二棒中心打線 是我們的 第四棒式 第四棒 第四棒 一次過關進去耶 還是我們過關進去 全能打完 對 看看 第一顆 第一顆 一樣太慢了 還慢 慢慢回 還是太慢 還是太慢 比較好一點點 應該好一點點 這六顆 今天更快 一兩顆 要好一點點 當然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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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 有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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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3 這個其實也算是 打擊力 這個 對因為 沒有一顆是有效的 對 都是界外球 不過 沒關係 看包球 是第一次打 對 第一次打 他有什麼感想 球有點快 我覺得抓不到那個 推的什麼 就是可能球出來然後 你可能 得太慢揮的 等一下再練習一下 好 那怎麼辦你轉打 沒有人上壘嘛對不對 怎麼辦你要自己靠轉打 沒有沒有 先拼上壘 先來個拳內 好位喔 哎唷唷 你看這時候會打的 難怪你說 他帶你們來 對 對啊 這邊要跑去偷練 你說自己滾自己走 你是跑去偷練 你什麼時候去打 哎唷 哇 還有幾顆 十顆 十顆 十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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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三成打擊率 你有在偷練 沒有偷練啊 我真的很久沒摸球棒了 等一下來問一下教練 問題出在哪 但是 真的沒有練過 就是說 沒有人知道過 以前就是 同學打好玩這樣子 對 教練也看完我們這個 中心打線的表現 嗯 應該看到蠻多 可以調整的問題 其實多半啊 一般沒有打過棒球 都會有你們這些問題 嗯 就是 球已經進來了 我們才開始做揮棒 就等於揮棒遲到 嗯 你們的揮棒的機制 其實是 一般人沒有練習的 都會發生 你們的揮棒的動作 其實你們都是 就是用手在揮而已 我會感覺到 我就是拿手去打球就好 拿手就揮棒 用手把球敲下去就好 對 其實不是這樣 其實我們應該是要運用 我們下半身的力量 引導球棒出來 才可以跳球 這個需要經過一些些訓練 那讓你們的這些揮棒機制 再做一些調整 自然就會打得到球 哦 教練拿出了這個 波波非常熟悉的東西 波波的觀念 所以我們的重心就是 放在正下方 對 兩隻腳 在中間就好 讓我們 後腳旋轉 對 後腳旋轉 就好 上半身跟腳旋轉 OK Nice OK Nice 那我們帶著剛剛的感覺 剛剛是這樣子旋轉 那現在我們拿著球棒 跟剛剛一樣 那個下半身的旋轉 一樣這樣旋轉 推棒 你看 你看 你會 往前 我們是在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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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有爆發力了吧 這顆 這顆 老闆 老闆 你的這個 多少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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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身旋轉 真的 欸 真的 聲音不一樣 我整個身體的感覺也不一樣 我整個身體的感覺也不一樣 喔 欸 跟剛剛的差距就是多加了一個節奏 那還有球的腳步 手臂很粗 太早了 太早了 所以我們是需要有一個判斷的時間嘛 我坐好我台腳下來的時候 我就判斷 球進來 為什麼要打那個踢桌 那踢桌就是讓你 讓我們知道說 我們要讓球在這個位置達到 好 所以現在就是讓球 飛到這個位置來去打它 OK 是這樣 伸縮進來 這樣就往後 往後 嘿 往後 往後 嘿 嘿 你出來一下那個時間差 嘿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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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 三劍客經過練習之後 到底能不能成為打機率三層的劍客呢 來 開始吧 十顆喔 十顆喔 好了 一球會放落鬆 會放落鬆 看得出來他動作已經是流暢 比較好 不要騎不要騎 欸 我要上壘 上壘就好了 上壘就好 上壘 碰到了 有 有 沒有到 沒有到 有 那你不進去喔 好 兩顆 有 差一點 差一點 這樣子的話 他打到三顆球 對 所以他是擊球率三層 那現在輪到我們 三天客中心打劍 第四棒 波波 蠻厲害的 來 顏雷板 第一球就摸到了 中了 這個球不厚 七十一中距 七十一中距 我被位置了欸 裝外野 外野了 我不要太得意啊 撐住我 不要講話了 講話要講過來喔 打我嘴巴 欸好球 OK 看得出來有連到下一次 但是上支感覺還是有點瘦 欸 欸不錯不錯不錯 很好 聽說一球打了七十一公尺 七十一公尺 全力打強 大概是 重外野的話是一百二公尺 一百二 快了快了 差五十公尺了 阿大力不錯 他只有會空了兩顆還是三顆嗎 兩顆 擊球率可能有八成 擊球率有八成 算了 那打擊率的話 剛剛這樣看起來大概 兩成左右 兩成 打到兩顆好 好我們這個三千顆 中心打線第五棒 我覺得你應該是第四棒 嘿嘿嘿 我給你追看喔 隨便沒有人上壘 不要讓我失望喔 是教練 教練 回棒落空 你給我看他 你給我看他 好 封到球了 有喔 有進步地球 OK 快打 OK 有進步地球 可以放過喔 好 空氣引起 來 五顆 沒有 三的股地球 這次打了 有 有 還有一顆 還有兩顆 還有兩顆 暫停一下 暫停一下 有了 兩顆塊 都放了喔 多別的嗎 再爆炸一下 暫停一下 只有多別的嗎 爆一下 爆一下 已經 手已經爆炸了 爆起來了嗎 他已經爆 爆了 沒有 沒有 我們這個時候就是要繼續打 繼續了 還有四顆 還有四顆嗎 還有兩顆 兩顆 好麻喔 剛剛那個 好 來 還有兩顆 有 有了 等一下 還有一顆 最後一個 還有一顆 還有安打還有 還有三層 對 還有兩層喔 要安打才有是不是 對 什麼安打 我要比一個大的 好 好 耶 我們沒猜到 你沒打到點對不對 沒打到 所以你手很痛對不對 好痛 沒打到怎麼那麼痛 剛剛這樣 打擊率有三層 兩層 兩層 十顆打兩三打 但是你會功率是 確實就降得 比較低一點 而且 整個揮擊打的流暢度 看起來好很多 比較好 比較沒有那種亂用力 但是這個還是要取決 看你們自己 本身自己的感受是怎麼樣 棒球這個 它很奧妙就是 它沒有正確解答 它只有適不適合你這個人 它有一個大方向 就是該怎麼做 我們剛剛講的下半身先旋轉 這個是力學的東西 基本上大方向是這樣 對 但是大家要怎麼運用 甚至是大家的感覺 一定會不一樣 因為每個人的肌肉都不一樣 經過我們剛剛打擊教練方向的指導之後呢 雖然 我們的打擊率還沒有到三層 兩層 但是擊球率 有高達八層 大大提升 對 而且重點是 整個擊球的流暢度 變好了 不過像我們今天這樣子 下午練習 應該也就大概 一個多小時 一個多小時左右 那平常棒球 我覺得它是不是要有一個 非常長的時間的時間 對 所以你們今天這樣 有這樣的進步幅度 其實就 已經超乎預期了 已經超乎我的預期了 不要說教練教得好 因為棒球其實 它沒辦法一步登天 我們棒球正規的打擊訓練 是踢座 踢座完之後 會有從旁邊拋的踢 那再來是我們 就直接跳到正面的踢 之後才會是人丟的 這是第四關 第五關才是發球級 喔 對 那我們今天等於是跳級了 好那今天呢 真的非常感謝我們的 打擊教練 方長永教練 謝謝 謝謝 帶我們做這個打擊的訓練 那如果大家想認識 長永多一點呢 他自己有他的YouTube頻道 還有Instagram 可以去追蹤一下 那也非常感謝我們今天這個 非常非常棒的場地 這場地叫做 來傳接球吧 位在我們的台南 對台南永康居 非常棒的場地 而且老闆人非常好 對 胖了一點 老闆進來了 大家好 你下巴 對他也有他的頻道 就是下巴拉大叔 下巴拉大叔 下巴拉大叔 大家可以搜尋一下 裡面是在講 也是在講棒球訓練 也是在講棒球訓練 然後一些數據的分析 好啊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有任何你換成影片下方留言 我時間該鑰匙 郭波 長永 我們的 帥老闆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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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做過了齁 嘿 哇 帥